关注欧洲的西部地区凸欠了短时间的暴雨 导致河水溃堤 包括了德国、比利士、荷兰跟卢森堡 传出了严重的洪灾 西欧这一场洪灾的罹难人数 目前已经高达93人 而且失踪人数还有1500人 灾情最惨的是德国 德国的丧生民众有81人这么多 而人在美国出访的总理梅克尔 都特别在美国记者会上表达忧心 希望德国境内尽速救灾 浑浊的泥水不停往桥面上冲 还有大量废弃物堆叠在桥上 可见洪水力道有多强 比利时近期大雨不断 导致流经德国与比利时的维斯德尔河溃堤 维尔维烟市民宅一楼几乎全被淹没 看着外面道路变成河流 一名母亲带着儿子在窗口等待救援 我兄弟们说过逃避 但是现在的流程我还没在意义 因为我们看到监督 我们还没在监督 维斯德尔河畔小镇佩平斯特 水面上一块块的黑色物体是汽车车顶 没被淹没的横躺在铁道旁 来不及逃的民众在二楼挂上白贝丹求救 有人担心水位还会上升 爬到屋顶等待救援 比利时现在白天最高温不超过二十度 加上时雨天气让消防单位相当紧张 目前全国已有六人在这场洪灾中丧命 还有一名15岁女孩遭暴涨的河水冲走 至今下落不明 14号晚间突然的大雨来得又急又快 造成西欧多国都出现洪灾 除了比利时之外 卢森堡也紧急在晚间疏散居民 许多人在睡梦中被叫醒 想逃出家门 却发现外面已经淹起大水 河南也在一夜大雨后爆发洪灾 长照机构半夜紧急将住民撤离 老人家顶着寒风 坐在轮椅上被往外送 让人看了相当不舍 河南小镇莫林根因为地处偏远 让消防队花了好大功夫 才把250多位居民疏散 消防队员透过直升机垂降 将居民一个个救出现场 德国西部莱茵兰 普法兹邦的阿尔·魏勒县 不少民宅被洪水冲垮 连外桥梁也直接断成两半 有民众拍下洪水来袭瞬间 家门外就是湍急河流 他根本不敢出去 有的民宅被大水冲破 车辆整个被掀翻 艾菲尔地区还有25栋民宅 受到波及随时都有崩塌可能 民众对于河水暴涨都表示相当不解 因为这从来没有发生过 德国是这场西欧洪患中受灾最严重的国家 至少81人死亡 还有1300多人失踪 这是德国自2002年以来最惨烈的一次水患 旅游胜地巴特明斯特 风景如化的小镇遭大水蹂躏 道路支离破碎 正在美国访问的德国总理梅克尔 记者会上提到抢救人命是现阶段最重要的工作 不过对已经失去家喻的民众来说 重建才刚要开始 目前一切的财产损失 还难以估计 灾民对极端气候的有感而发 气象专家也警告西欧地区 在过去24小时的降雨量 是前所未见的高 但随着全球暖化升温 暴雨将成为未来的常态型气候 可怕的暴雨将成为常态 听在沾民耳里恐怕是晴天霹雳 大自然的反扑 极端气候的灾害 再一次让人感受到威力 TVBS新闻综合报道